接著我們要做一個測試 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這個model 已經work了 在這個rigging上面 那我們center to object 然後 把這個object align到我們的 縫上 ok 然後 當然這兩個呢 我們先 讓它做一個parent的關係 所以它呢 parent到它上面 那麼當我在進行 這個東西的 改變的時候 我的scale 其實 已經跟著變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scale是跟著改變的 ok 那麼同樣的物件呢 呃 我們把它做一個顏色的改變好了 讓它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我們做三個複製 然後 copy 一共有兩個 那麼 f3打開 這個呢 要 align 到 這個box上 ok 那這個呢 要align到 這個box上 ok 然後 他們的parent 關係呢 通通都要 改一下 所以我把它的parent 關係 我們先選 box2 然後 它的parent呢 好 讓它是在 它上面 ok 再來我們要補一下 剛剛的這個expression的部分喔 那麼我們的expression呢 回到 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這個expression 我把它拷貝起來 ctrl c喔 我們要給 這個 那同樣的 在exo的地方 我們給flow expression ctrl v 一次就好喔 ctrl v 那一樣 global create create 所以 global的部分呢 給的當然就是 glob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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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e scale lens呢 給的是 flexi distance喔 所以在這邊 evalia一下 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同樣的要給 另外這個軸 然後這個一樣 貼進來 global create lens create 所以在global的部分 我們再做一次 給 wide lens flexi distance ok ok 那麼 做好了 第二個 做第三個 一樣是 x軸 跟z軸 voting 貼進來 um global create names create global global lens global distance distance 看看哪裏 看看哪裏錯 glow 拼錯了 rename一下 global rename一下齁 globa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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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ance 因為 plexi distance OK 那么当我都完成了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 F3 on 然后我们来改变我们的 这个 Controller 看到的是 变化非常好的 Stretch and Squish的一个结果 OK 那么甚至我们也可以去 改变我们的 中间这个 然后 我一样可以 得到 挤压跟变形 OK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 Controller 做一个 还愿 好 好